如果要说在疫情之下被关得最久的行业 就是娱乐产业之下的夜店莫属了 那从疫情爆发落实行动管制令开始 夜店就不再获准营业 直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 夜店还是大门紧闭的呢 但随着卫生部长凯里昨天宣布 SOP再度大松绑 5月15号之后不会再有禁止营业的名单 那么这也意味着夜店终于可以再次开门做生意了 夜店生意停顿了两年多 中国终于可以再次启动 有夜店业者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 都难掩兴奋之情 但是餐饮与娱乐工会副会长林建壽透露 因为夜店实在停顿太久了 根据工会的估计 现在大约有40%的夜店已经倒闭 所以工会现在也不确定 这些业者还会不会 因为现在夜店可以重开 他们也重新回到这个行业呢 他透露过去两年多 除了业者得要面对 缴付店铺租间的巨大压力之外 因为夜店产业被按下了暂停键 最受痛苦的其实是他们的员工 这些员工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 煤工可开 最后只能转换跑道 寻找其他能够滥以为生的职业 不止如此 另外两名受访的业者也透露 其实这个行业之前 有很多员工都是非常需要工作的群体 像是一些单亲妈妈或者是需要养家的人 所以当夜店停止营业 对他们的冲击来说是最大的 但幸好在经历两年多之后 政府现在终于放宽SOP 允许夜店可以继续正常营业 让业者们形容 这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一道曙光呢 等了两年多 终于等到夜店重开的这一天 受访的夜店业者都表示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而且他们也已经准备好 要迎接5月15号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全部营业者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想想看 两年我们没有的做生意 压力是超大 现在5亿5 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是开心 也是为我的之前的工人 替大家感到开心 5月15号可以正式让我们业队可以开回来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所以我们一收到一个消息的时候 在吉隆坡市中心 经营涵盖餐厅酒吧和夜店等等 一站式娱乐特区的总经理林盛杰更透露 自从政府昨天宣布不再禁止夜店营业 已经有很多投资者开始透露 想要租店铺经营夜店的意愿 让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异常忙碌 从今早开始到下 我们都没时间去吃饭 因为我接到太多电话 有些甚至乎自己已经来了 就立刻上来办公室 说我想看一个店铺 有没有好点的地方 或者想租 因为现在游戏可以再开门 或者一些之前我们联络过的 他们都很有信心 因为听过一个消息 其实是帮助到他们先决定 因为之前是很想做 但因为游戏不能开 所以不敢去做 不敢去投资 但兴奋归兴奋 夜店业者们也透露 由于距离政府准许夜店重开 只剩下两个星期 所以他们将会考虑 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来逐步重开夜店 并确保夜店的营业 符合所有的经营程序 我们也是正在筹备着 也是正在装修着店铺 然后我们用一些合法的轨道 去做我们的一些夜店 不是讲我们要开就开 我们也是要得到资料 得到这些东西 这个消息 所以你看十分太突然了 很多员工他们因为 就职在兼职中 所以我们要找他们来上班 会有多少困难 因为他们已经在做兼职中 又或者是已经在职任其他公司 所以我们需要少少的时间去配合 但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我们会先放一段階段来开 尤其是缺点时间 但是我们都不会因为人手不足而不开 因为这个机会我们等了十分太久了 餐饮与娱乐工会副会长林建兽也认同 夜店重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要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找到足够的人手 因为经历两年 大部分夜店原有的公园 都已经为了三餐而转行了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工人 我觉得人工是在F&B行业里是一个 我现在的环境是一个很难的事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我们的工人 两年多我们没办法去发他们的薪水 他们也必须要去找别的工 大部分是有去不同的logistic公司 或做grab delivery foodpanda之类 我不知道 他们能够能够回到他们喜欢的工业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是希望会 除了希望能够赶在夜店重开之际找到足够的员工 林建兽也期许即将出炉的夜店最新的SOP 能够让商家们在防控疫情以及经营生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当时的SOP是还没有出炉的 我们夜店的行业都是在等待那个SOP 我们希望SOP是会对我们生意上会比较商业 但我们也了解需要有一个平衡 因为在一手是生意是商业 在另外一手是我们的公共健康 我们身为夜店的商业者我们了解 所以我们叫我们关 我们没有说过 不可以啊 我们会死啊 我们说OK关 就两年就过了 虽然最近我们是有说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 尽管夜店营业的SOP还没有出炉 但是受访的业者都坦言 他们非常珍惜两年之后能够再次经营夜店的机会 所以有信心 同业们也会好好遵守政府所制定的SOP 那么餐饮与娱乐工会副会长林建兽 也呼吁夜店的同行必须遵守相关的SOP 千万不要因为心急就掉以轻心 而他也希望夜店重开之后 夜市们能够好好地保护到访夜店的顾客 还有他们自己的员工